你说这个你知道我想起来 我曾经认识一个台湾的一个女嘉宾 我就发现这台湾的女嘉宾 她是有经历的人了 那么跟我们一起几个人 也是拍一个节目 那有一个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呢 跟我们这个组的其中一个男的嘉宾吧 一个男的嘉宾 第一天大家认识吧 不是实际早就认识了 就是但是第一天 大家在一起有个活动 晚上就散了 散了第二天 就在化妆间里碰见 化妆间里碰见 然后这个台湾的 这位比较成熟的这个女嘉宾 出来跟我讲 说昨天晚上他们俩有故事了 我说 我说为什么 这是怎么看出来的 她说呀 我告诉你啊 这个女孩子 女孩子第一天见到这个男的嘉宾 她平时跟这个男嘉宾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尊重的 她说你看 今天呢有一点不太尊重哦 你明白吧 她也我完全没看出来 就是她不是表现出什么 她可能就显得这个女孩子在这个男嘉宾面前 哎帽子给我戴戴 或者就是啊 距离拉近了 就显得有一点不太礼貌 她是从这个地方 她是说女孩子有的时候啊 她是 哎 是不是 你跟一个男的有了故事 你就会放的不尊重起来 我对谁都不太尊重 我能想到另外一个细节 是我认识的一个人 我大学同学 在上大学的时候呢 大三我陪她回四川成都家里 然后有好几个她的高中女生 都来一块玩 就坐了一桌子的人 我就知道她是跟谁企图有点什么 为什么 在吃西瓜 那个女孩啃两口西瓜哥这 她拿来吃完了 哇 这个很 在几个钟挑了一个 她挑了一个她咬两口 她是想要干吗 接吻吗还是 只有这个机会 顺着她的牙印接着咬下去 顺着她的牙印 但我原来看过一个 这个版本我看过一个特别浪漫 你这有点猥琐 我看过一个很浪漫的 我还一直想用在小说里 就是说那个百货商场都下班了 下班了之后各个店铺 大家都收拾 然后就准备下去 就是说一个店铺的一个女孩 也就是外来打工的那种 然后她就是顺着这个扶梯就下去 但是那个金属的扶梯 会印上手印 她身后就跟着一个保安 就把那个手印印在她的那个手印上 那个我就一直想用在小说里 我觉得这个特别动人 是比你那不为所应 我觉得也是危险的 但是放着我告诉你 手印跟牙印不一样 放着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已经有人用在小圈里了 但是跟你这个不一样 我最近正在看那个帕木克 多少天帕木克写那个我的名字叫红 原来我不太了解她 现在我发现这个哥们真挺多情的 而且是一个特别苦情的那种人 你看她最后 她是因为写一个小说 建了一个博物馆 叫纯真博物馆 现在就在伊斯坦布尔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她是为了建一个博物馆 写了一个小说 这个里面有一面墙 就是她练过的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她暗恋这个女人 还是名恋的 我还没看完 就是说她最后收集这个女人抽过的烟头 她就说沾有这个女人的烟头 几千个烟头 而且就记住 哪天 哪月 哪天上午 她抽完的这个烟头 拿大头叮 就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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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我不知道帕木克从怎么收集来的 他好像写一个人的故事 也是,也是真实的 就是真有这么个女的 就抽过了几千个烟头 沾有口红的这个烟头 钉满几大面墙 就是她那个...太别太 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哈哈哈 吸烟有害解 你说吓人 你还没听 我还听史航老师讲过一个 汪曾祺先生写的那个 那你说那个是大闹记事里的东西 就等于说呢 一个农村的女孩子 她跟另外一小伙相爱 但是有别人想霸占的女孩子 小伙去阻挡 然后被人家打得人事不行羞贺 几乎相当于死了给抬回来 于是大家怎么救她呢 有个民间偏方 就找那个陈年尿桶上那个尿茧 刮下来再加一点水 给她冲 说这个能把她那个毙那个气 给激发了 她能喘着口气 于是就往她嘴巴硬灌 灌完还没什么回想 大家在等的时候 那女孩看着那个尿茧 那一碗还剩一点 她不知道为什么 端到嘴边也尝了一口 你不感动吗 你笑 你不流泪吗 没有 你没觉得 沈老师给你解释解释 为什么应该感动 汪曾祺老师 她的真善美啊 都在分尿之间 因为她另外有一个散文 叫白马庙 说有一个哑巴喜欢画东西 于是她说她见到有一个挑粪的人 挑了一个粪桶 是新的 在粪桶的口 这块 画了铁支帘 一圈 粪桶上画着画 就这两个都是 美就是那样的 爱就是那样的 就是她的极致中 就粪便上开出一朵花 生活有情绪 她这意思 我老看她这红尖 先对个标 她这意思就是苦啊 跟你苦在一起 你像我记得我曾经她这个意思 就是我曾经听这个谁啊 那个李敖 台湾这个李敖 她曾经讲过一个 就是说 你知道有的时候 这个女的这种心理啊 就是日本战犯 那不是咱们抗认战争打赢了吗 那东京法庭嘛 日本战犯判处死刑 就是这个 我忘了具体是谁了 那执行死刑以前呢 她老婆先自杀了 然后让人把消息告诉她 还是送了一封信什么样 那意思就是说 你怕死啊 你就要执行死刑了吧 我先去死 你好没有那么怕 你知道吗 她就是这样的一种 我觉得有点像 就是说这个尿茧很苦啊 我也跟你苦在一起 如果你愿死 说这个我想起来 就是马尔克斯有一个短篇小说 叫《礼拜二五岁时刻》 讲一个妈带着一个小女孩 去看她给她死去的 一个当小偷儿子去上坟 特别简单 就是一个场景 坐着火车到了那 就这么一段场景 但是里面我当时看 第一遍我没看懂 我觉得这什么东西 第二遍在看的时候 是因为我之前 我奶奶过世了 我去给我奶奶上坟 带的花带的什么东西 那一路上我就一直在惦记 这个花让它最好 能保持一个鲜艳的状态 所以特意买的花盆 当我再回头看 这个短篇细节的时候 就注意到 她妈在里面 靠着火车昏昏沉沉睡了 小女孩做的事 不是靠着她妈睡了 是抱着这个花去厕所 把那个花里面的水 给她沾上水 到了墓地之后 见到神父的时候 她那个女人 拿出来那个花的时候 外面裹了一圈报纸 这个报纸是沾湿的 就说明他们去上坟之前 她给她儿子上扫墓之前 她这个花是一路带过来 在那么热南美那种天气里 要保持一个湿润状态 希望能够看到 这种心情 忽然一下子 我觉得这个细节太努力了 这个细节一下子 就把这个主题完全点到了 而且我怀疑 就是说 这可能是有真实经验 就要不然 我觉得不太能够想到 我原来看过一个美国作家 六七十年代的 他有一个小说叫最后诊断 然后他就是写一个细节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就是说那个一个人被截肢了 截肢了之后 他的那个腿被放在别的地方 这个病人就求那医生说 哎呀我的腿痒 你能不能给我挠一下 这个医生就去给他挠了挠 他放在别处的腿 后来我就觉得太震撼了 然后我就去查 果然这个作家长时间的 都在这个身体不好 在那个医院里 所以就这个必须有实际的经验 你才能写出这种 看起来特别特别反常 但是你想真的是这么回事的 这种细节 对啊你说的李敖 我刚才想的一件事 因为我在收藏的写真集中 有一个藏品 是胡亦梦的签名写真集 我把它跟李敖签名的棒球 放在了一起 我也不知道这是我违背 这是个什么意象 我也不知道双方什么意愿 你这个装置艺术 你这个细节也挺有意思 但是我想到一件事 就是唯一女神 不都是赤脚很美吗 她那天起阵级 大量海边赤脚 李敖说她最讨厌看到 胡亦梦灰色的脚底板 这个就是一个世界的打开方式不同 你看到东西不一样 但我们还会 胡亦梦喜欢光着脚在地上 所以就会灰嘛 李敖是有截力受不了 她说灰色脚底板 但是这个什么呢 我们看到胡亦梦永远是这个 因为我不太有机会看到 唯一女神的脚底板 所以就是我觉得确实有十几经验 我比如说像我一个朋友 她在东北生活 她写东北文学 然后里面就有一句 我先是看的时候 东北文学是读书一帜的一种文学吗 对 她那里面她有一句话 然后我第一遍看的时候很快就过去了 第二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她就说他们东北的见面打招呼 就是说你还有几年退休啊 这都是三十多岁的人 就说她那个国旗改日之后 就大家的这个生活的周期变得很 对生活周期就变得很短 就是工作周期变得很短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特别动人 那虽然只有一句很简单的话 但一下子就把这个东北的感觉给烘托出来 这个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来的 这就是说古人讲一句话叫读书得见 这个就是就是你读书啊 你像鲁迅他能从什么满篇那个圣贤书里边 看出吃人二字 就从字缝里边他看出背后有东西 有的时候也的确是 就是一个细节 包括人与人之间打交道 我也发现啊 说话真是一定要这个水泄不通的 你必须非常周密 水泄不通 就是你必须把自己封堵的 要不然就撒猫到吃中堵 那叫滴水不漏 对对对 所以跟作家在一块就吃亏 意思一样 意思一样 一个人的游走 以前我给一个人跑到鸡的网络 叫一个人的人了 就说一个人一会儿挤着坐下 对这么一会儿这个细节你要会观察 你就能分析出我的心理结构 对吧 水泄不通 有人说话是滴水不漏 有人说话是水泄不通 没法聊了 这人心里是多么封堵 多么封闭型的这么一个人 说一句堵一句 对对对 所以就这个我觉得越高超的作家 他就把这些东西写越隐蔽 我不知道马老师有没有看过 原来毕丽宇他做一个演讲 讲那个《红楼梦》 我觉得他里面说了一个 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就说《红楼梦》这个秦可卿 跟王熙凤关系很好嘛 但是这个王熙凤就去 秦可卿病了之后就去看他 看完之后出来也是哭啊 然后眼睛也红了 但这时候作者忽然用了一种 特别平淡说 然后这时候王熙凤就开始看花 觉得这个花园里 这个花也很美 那个花也很美 就他一种特别平静的欣赏的态度 然后那个毕丽宇就说 这个时候能看出这个作者的高超 这明明是反逻辑的 但他用这样的反常的细节 就说明王熙凤这个人 他心里是狠到底的 他是没有什么人情 他就只在乎他的这个事业和成功 就在一个非常隐秘的细节当中 我觉得这样去看 你会觉得这《红楼梦》 处处都有伏辟 你说像你们这个当作家的 会被细节所折磨吗 对啊会啊 因为文学这个东西 它是一种朦胧的 暧昧的 你不能直截了当的说 多文涛 宁笑着说这件事我办成了 这是最简单最直白的一种办法 一定要是让你微笑着说 但是让人感觉到你内心的阴狠 这是一个特别费脑子的事情 对写小说 我后来一番有一个诀窍 就是你这个人物心里想的 手上做的 跟嘴上说的 不能是一样的 没错 就这是一个诀窍 就是说你看到所有的人物 就反派就 哈哈哈哈 这个女人我今天要定了 那就是一个写坏了的人物 她一定是想的做的跟说的是不一样的 那她是一个立体的人物 这你就说 当然上次我们这圆桌节目 我就提过这事 我觉得当你这编剧更有意思 就是说呢 这个电视学院这个徐浩峰 对吧 他在现在有时候就有点水泄不通 他就有点想不通 他说这个现在我们跟这个投资方很难打交道 就是我们学编剧的时候 过去这个老师教是 如果你说你爱他 那么恰恰台词啊 你要说我不爱他 对吧 对 他说我们都是这样学出来的 他说可是今天呢 今天的这个影视剧 我这么本子交上去 那这边人说 你到底爱他不爱他 就爱他就爱他嘛 这个要的是手语翻译似的 我爱你 说明白了还怕听不懂呢 再来一个字幕 三结合 而且我觉得真的就是 有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温暖啊 要不说 不光是你们是为了写小说创作 相反我是觉得 就有时候我就发现啊 就是这跟咱们这个待人处世 你比如这个朋友 为什么你就 我们有一个台湾朋友 就是大家真的就觉得 没法不拿他当好朋友 你知道吗 就是可能台湾人 我觉得也是这个礼数周全啊 就是你那个 咱们这个 说实在的 咱们这个北方人 我觉得有时候跟人比起来 就显得到人家那儿 特不好意思 真粗糙 好 家伙 比如你一到那儿去 然后呢 这个酒店已经帮你订好了 你本来还想问 什么该住什么酒店 人家已经帮你订好了 订的可能是你上次住的 那个酒店 然后呢 你一进酒店的房间 里边有一盆这个 一个水果 是人家家里人送到酒店 送到你酒店房间的这个水果 哎呦 然后呢 你走的时候 给你打包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里还是那个打印的 一个礼单 其实不是就是凤梨酥啊 或者什么的 但是他做的那个好精致啊 就是比如说给豆温涛兄 台湾一点小特产 把就凤梨酥几盒 什么什么几盒 而且就是这箱子都给你打包好了 让你直接在飞机托运就能够走 我就你就 我们就每次说咱别弄这个 你弄这个以后就不敢来了 是不是特别像生辰纲 所以我就说有时候人跟人之间 是不是他有些人会体贴你 就体贴到这个份上 女生被打动永远是被细节 永远不是被嚎叫似的说 你永远是被细节 你为什么细节打动过 就到别人家 别人给我拿拖鞋 就这点事啊 这算是 拿拖鞋不很正常 我感动点很低的 我跟我媳妇原来谈恋爱的时候 我跟我媳妇原来谈恋爱的时候 我就有一回 后来我问她 我说你什么时候觉得 咱俩算是正式男女朋友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开始谈的时候 就算是明确关系了 但是不一定就是 两人感觉在那 我说什么时候你感觉到了 她说有一次咱俩出去吃饭 我吃完了一半 吃不动了 卤肉饭 然后我把那一半就拿过来 我给吃了 就跟你们刚才说的 那不就是饿吗 是饿啊 但是她会觉得说 我们两个的距离没有距离了 这是一个男女朋友 或者说是一对情人 可以做到很坦然的 很自然做到的事情 她突然从那个时候开始觉得 这算是心里彻底认为是男女朋友 我唯一给男方写信是上访信 就是说对吧 因为也不接我电话 也不回短信 微信也拉黑 联系不到 我就只能写个信上访 说为什么跟我分手啊 就这个只能写这种信 你当年有过那时候 你只能缺两天 你就缺两天 我们这次节目 你也注意一个上访节目 要跟众众美 对不对 所以 怪不得方舟现在发展到 把男粉丝堵在门口了 是吗 不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 刚刚说恋爱的细节 就有的时候其实不爱的细节 就这个东西在小说当中也挺寒心的 我其实当然不在小说当中 在生活中 我一个日本朋友跟我讲 他什么时候觉得他老婆不再爱他了 然后我觉得讲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渡边纯一小说 他就说因为他们家是睡榻榻米嘛 就是说榻榻米所有的被子都是一样的 他的被子 他老婆的被子 女儿的被子都是一样的 但有一天就拿错了 他和他老婆的被子就拿反了 然后到晚上他就发现 他老婆偷偷地把两个被子又换回来 他就他就他很难过 他说我老婆连我的味道都忍受不了 所以就有的时候 这个不爱的细节也挺残酷的 日本的那个叫田山花带嘛 写的一个著名的老师叫棉被 所以他是一个不伦练吧 老师跟一个女学生的 没有发生什么 但最后他就是把人家盖过棉被 整个把脸埋进去 最后那点气息 就是整个要把这个气息榨干一样 我没有你们这么多的那个感情经验 但我想我原先就是刚刚出道当编剧 93年嘛 那时候写一个跟季晓兰有关的故事 但不是后来天窗下季晓兰 你别的清朝故事 也是个上访故事 真的冤案的上访 有一个民女呢 要变成一个歌女 妓女 她要去到八字胡同 赌季晓兰大人 于是呢 他给人扶琴 女性才艺表演 这个季晓兰是个老的 是个真正的一些史上大白胖子 老头 他在那儿就坐下就这么听 演这么点着 那个琴那么扶着 毫无表情 就是扶琴 就是也没有被感动 什么表情没有 就呆若木鸡顿坐着看 但是那女的扶完琴的一瞬间 她做了一件事情 非常奇怪 她剧烈咳嗽 眼泪鼻涕一脸 非常难看 得掩盖眼泪 不是 那女孩就哭了 为什么 那老头刚才一开始就想咳嗽 但你父亲她就一直忍着不咳嗽 直到 她肯定不是眼泪淹了一点 然后那女孩就沟通一下跪在这儿了 什么话都没有说 因为我想 他们差这么个年龄段 写感情只能写到这个份上 最后女孩就是拜倒她的时候 老头看看她 看看自己 就说了两句话 朱颜红秀 这女孩 白发青山 不配 就这么句话 所以就是 也套路了史航老师心底的欲望 就个人经验 就是你忍咳嗽这件事 是每个人都有过的 所以就是 你其实透露感情细节 必须得是你经历过的这个细节 但是就是你没经历过的情境 给怼那 但是要不说 作家我觉得眼光不一般 就是真的就是 事都经历过 都见过 但是当你见到 有人把它写出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哎呦 好动人 我就刚才讲这个帕木克 这个这个这个 我就想起 他德诺贝尔奖 我的名字叫红里边 我那天看到有点描写 我觉得真是 他一写你就知道 我们人人都知道 但是你很难想得到 他就是说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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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收到了情郎的情书 但是这个女人呢 是不识字的 不识字的呢 他不得不要找一个 懂字的人 给他念 这个就很不好意思 但是又不得不找他念 然后呢 这个念的时候 听的当然是很陶醉 然后呢 念完了之后呢 这个细节在这 就是说 念完了之后呢 他让你告诉他 他写那句话 是哪几个字 最好 是哪几个字 他说 是这几个字 然后说 他也看不懂 但是他就看着 弯弯曲曲的那个字迹 就在反复的看 反复的看 最好 你看这个细节 就是一个爱着的那种 那种女人 他会让你再念一遍 然后说 他里边谈到 我很想你 哪几个字 是我很想你 这个就是爱啊